不搞平的话,你这个汗就是狗咬的一样的 很难看,容易虚看,容易粘锡 先把它弄开,就是你要把这个锡给它堆平 你一定要把这个上面的残锡啊,给它吸干净了 把这个残锡一定要吸干净了,你不吸干净的话呢 要么你就是要用吹风的,用热风的,注意方向以后 就是,一直给它吹上去,吹上去的话,你留点锡没问题 但是你要放正,那种很多,很多银角的,细密的银角的话就不宜这样啊 细密银角的话,那像这种细角很多多的话 你一定要把这个下面的这个残锡给它,彻底清除掉 用那个吸锡线啊,给它吸走 这样好汗的话呢,其实这个关系不大啊 你把那个吹,吹上去就好了啊 上面给它按压一下啊 把这个所有的吸溶掉以后啊,你给它按压紧了啊 这个注意,注意吹,不要盯着一个地方吹 盯着一个地方吹,那可能让它怎么样 吹的就是爆了啊,你这样 然后,然后自然的让它冷却啊 让它冷却啊,让它自然的冷却 好,这个还没冷,还没冷就 给它按压啊,这个这个一下子还没 没有离过来啊 或者给它吹一口仙气啊 让它一下子冷却,把这个吹成这样了,按掉了 感应不到 感应不到 感应了,感应了 感应了,感应了 好 如果 没有好的话啊 没有好的,你再可以给它 补汗一下啊 比如看的不会啊 可以再补汗一下 这个锡已经够了 那点焊油 确保它这个要焊好啊 接触良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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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